大家好 我这一颗盆栽的丝瓜 现在已经有四个小瓜长出来了 而且这条藤蔓也长到了这个架子的极限 也准备可以给它做打顶 不给它继续的长高了 就是保留这几个瓜就完全足够 因为这个丝瓜如果说我们不控制的话 它会无限的生长 它会长很大很高 所以说盆栽跟地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两个 这里有一个 三个 上面这里也有两个 只能保留这么多瓜在这里了 因为上面已经到顶 不能继续的往上攀爬 所以说再等上两三天的时间 等这个瓜再大一点点 再给它做打顶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我给它补充营养的话 还是用老方法 椰母复合元件 因为之前在这个土壤里面加入了很多的养分作为底肥 给它使用这种富额原液 快速分解养分中的营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能让它快速的吸收养分 让这些小瓜长得更加的快 虽然说通过这种方法栽培呢 达不到大棚里面养殖的一种效果 但是还是非常有乐趣的 因为经过自己用心的培育 长出来不管大还是小 收获大还是小 只要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提高我们的生活乐趣 而且通过盆栽所占的地方也不多 跟阳台种一盆花差不多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